如果我失去妻 然后接下来一小鸡 就在我的窗盖上 瞧我眼睛 然后直接英语 他说 Sean, it's me, Anna, I'm back 那我能不能说 但除了那些 没有,我是一个人的知识 我只是不相信这种梅子 光眼二三世 成年人的睡醒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今天上班途中看到一处人家钱摆满鲜花 在这个寂寥的冬日 又有人离开人间 你相信人有来世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故事 一起来看这部影片 重生 2004年的英国伦敦 冬日的空气异常凛冽 Anna再一次抚摸过那块墓碑 作者最后的告别 十年前 丈夫萧恩的临时任她无法释怀 在这段时间里 她混恶度日 婉拒了一切小一心方泽的男人 漫长的黑夜中 约瑟像一个骑士 始终陪伴在Anna身边 如今 她终于在寸步不离的守护下战胜过去 Anna决定牵住约瑟伸出的手 开启全新的生活 放下心结后 两人的进展十分顺利 今晚的订婚仪式 邀请到所有好友 大家纷纷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 克里福德和克拉拉是萧恩的好友 他们很欣慰Anna能走出黑暗 拥抱光明 克拉拉送上精美的礼物 以表达自己的祝福 可就在所有人认为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时 一名不速之客的闯入 搅乱了平静的生活 在Anna母亲的生日宴上 谁都没有注意到房间里多出一名小孩 男孩在大家的震惊中 见Anna叫到厨房 直接了当地告诉Anna 你是我的妻子 如此荒谬的话 从一个十岁的孩子口中说出 就连Anna都忍不住发笑 可男孩神经严肃 一本正经地说着 是的是我 我就是萧恩 熟悉的名字让Anna有些失神 这个玩笑并不好笑 她有些气愤地将男孩扯进电梯 送她离开 Anna不想和她多说 哪怕男孩一直在阻拦着她和约瑟的婚约 听到大楼管理员认出男孩 Anna有些难以置信 男孩居然真的叫萧恩 但这不能代表什么 世界这么大 聪明的情况屡见不鲜 只是如此奇幻的经历 让她忍不住和姐姐分享 想到男孩萧恩严肃正经的表情 姐妹俩忍不住笑成一团 怎么会有如此荒谬的事情呢 但萧恩没有放弃 她托大楼保安交给Anna一封信 信纸上稚嫩的笔注 暴露了主人的年龄 Anna被她的妻儿不舍打乱心扉 她把信纸放在家人面前 大家听到这种天方夜谭都哑然失笑 信纸兜兜转转来到约瑟手上 相比这个小小的情敌 她更想知道Anna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自己 其实也可以理解 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恶作剧 谁会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 但是她会 她知道Anna是如何眷恋过去的萧恩 所以就算妻子不对男孩的真实身份好奇 她也忍不住给大楼保安打去电话 约瑟想知道这个萧恩究竟是谁 哪怕她明白世界上没有重生转世 但她也害怕这虚无缥缈的概率 会夺走身边的妻子 也害怕终于从黑暗中走出的Anna 会重新进入沼泽 听懂那边的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稚嫩的萧恩 因此像一只好兜的孔雀 来到楼下守护自己的爱情 在萧恩的带领下 她见到了男孩的父亲 其实这家人并不住在这里 男孩父亲是一名家庭教师 只是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 在202号房 安娜见到萧恩极其固执的一面 这场闹剧本可以在萧恩的道歉中结束 可她面对三名成年人的压迫毫不低头 目不转间地盯着安娜的双眼 好像那里就是她的全部世界 萧恩的固执插出所有人的想象 安娜留下一句愤怒的气话 跟随未婚夫离开 这句话如同刺骨寒风 穿透萧恩的内心 她看着安娜毅然决然离开的身影 眼神中流露出无穷的倾诉 那是看着爱人的坚定 带着莫名的哀伤 仿佛随着安娜的离去 萧恩的心力被尽数抽走 在那个瞬间 她瘫倒在地 如同轰然倒塌的雕塑 一瞬间 在安娜心中留下无尽振颤 直到安娜来到影院 那双坚毅的眼睛 在她眼前挥之不去 萧恩的眼神让她相信 她的身体里住着另一个灵魂 那个灵魂沧桑成熟 属于过去的丈夫 这是一件任何人 都无法解释的事情 安娜双眼通红地盯着荧幕 复杂的情感频繁交织 从愤怒到困惑 从不解到释然 直到最后 她甚至有些开心 她愤怒有人利用前夫 愚弄自己 她困惑萧恩坚毅的眼神 她不解这一切 为何来得如此突然 最后 她开心自己 或许还有渺茫的机会 可以与萧恩再次相逢 如果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安娜都愿意再去相信一次 所以在接到萧恩的留言电话后 她向着那个熟悉的公园 迈开步子 这里是安娜心底的伤疤 十年前 丈夫就是在跑步时倒在这里 但是她不知道 就是在那天 刚好有一名孩子同时出生 这个巧合如同命中注定的安排 那个孩子会不会就是萧恩 她很难不去相信 因为她竟然知道 自己丈夫去世的地点 萧恩背着书包如约出现 知道安娜不会相信自己 她提出让姐夫鲍博进行测试 对方毫不慌乱的模样 让安娜落荒而逃 在过去漫长的黑夜中 她曾不止一次 祭求过奇迹垂帘 可当她真的降临时 安娜又开始犹豫 为了找出真实的答案 鲍博带着录音笔 坐在萧恩面前 这个稚嫩的孩子 展现出远超她年龄的成熟 面对提问 她对答如流 大到萧恩的职业 演讲的主题 想到鲍博家中的绿色沙发 一次一句 分毫不差 听着录音里 稚嫩的声音 安娜的内心开始动摇 仿佛自己的丈夫 穿过时间长河 以一种全新的身影 重新注现在自己身旁 这种诡异的熟悉感 让所有人沉默 而出现在客厅中的 萧恩再次带来惊喜 她轻轻熟悦地 来到书房坐下 双手放在木质把手上 仿佛在感受 那熟悉的温度 这是萧恩生前的办公室 一切都在安娜的要求下 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萧恩靠在椅子上 说出是谁和安娜说过 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人 房间在这一刻 变得鸦雀无声 没有人能解释 眼前的状况 就连约瑟也不行 因为这个孩子 说出了她都不知道的事情 整件事有一种诡异的完美 所有人都挑不出一丝瑕疵 安娜在这种阵战下投降 她找到前夫的好友求助 她急需一个答案 她多想全世界的人 都可以确定她就是小恩 十年的时间 可以酿成一壶美酒 也可以将所有的情愫提炼 这是一封长达十年的情书 即使岁月会让纸张褪色 可她依旧无法忘怀 即使她再次遇到 可以医治自己的良药 但在病根面前 良药始终逊色 所以哪怕她明白这件事十分荒唐 却依旧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不能再一次爱上她 来救救我吧 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恶劣的玩笑 让我明白世界残酷 别再给我虚无缥缈的希望 但在一见没有尘埃落定前 安娜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 她去接香恩放学 这听起来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们坐在干净的玻璃窗前 分享冰淇淋 安娜面色凝重地 与香恩讨论着成年人的话题 如果你真的是我的丈夫 以你现在的模样 该如何保护我 小安的回答十分干脆 我会找个工作 现在轮到安娜亚口无言 好像面前的孩子 把世界想得太过简单 坐过了最后一班公交 二人只能坐上马车 在路途的颠簸中 安娜哄着鼻子 试图说服香恩 她依旧不能承认 男孩是重生的丈夫 其实是她不敢承认 因为心中汹涌的爱意 如果一切是真的 她该如何与香恩相处 男孩年仅十岁 她需要上学 需要家庭 更需要成长 但自己趋向成熟的果实 有着幸福的家庭 和即将美满的婚姻 这种时间的错位 让事情变得复杂 你要长大成人 终究会遇到和你同龄的人 你们会坠入爱河 而我不过是短暂的一粒尘埃 安娜说给香恩 其实更像说给自己 她在说服自己 回到约瑟的怀抱 让一切即将错位的事情 回归正轨 可事情比她想象得更加汹涌 浴缸中一丝不挂的四目相对 香恩灼灼的目光 让她感觉自己正在经历焚烧 连带着约瑟的内心一起 阿仁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煎熬 约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的婚姻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在这种诡决的事态中 她的理智滑向深不见底的深渊 约瑟当然愤怒 自己即将被一个小小的情敌打败 对方的任何动作 在她看来都是条件 于是在典娅的音乐会上 她内心的怒火 被不安分的香恩点燃 她不喜欢这个音乐会 因为这是安娜的特意安排 所有的曲目 都是逝去的香恩爱听的旋律 她在这里没有一处利俗之地 在香恩第二次踢着约瑟的凳子时 人高马大的她骤然发怒 大家虽然将二人分开 但还是没能熄灭约瑟的怒火 她利用钢琴将众人隔在门外 抱起香恩就冲进房间 雨点般的巴掌落在香恩的屁股上 安娜被约瑟的爆发吓到 所有人都没想到 她竟然会这么对待一个孩子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在约瑟眼中 香恩是她的情敌 她清晰地知道 如果再这样下去 安娜终究会因为这个男孩离开自己 赶来的克里福德 见证了男孩落在安娜唇边的吻 看着屋内剑拔弩张的气氛 她明白 所有的事情已经开始变坏 马上就要坏到极致 约瑟愤怒地收拾好东西离开 香恩扑进克里福德怀中 一瞬间 这个老友也分不清眼前的真相 但理智告诉她 她要给出否定的回答 只可惜 这个答案来得太晚了 现在的安娜已经被内心支配 她要这个男孩 哪怕要抛弃现有的家庭 这十年是一首晚歌 漫长的篇幅中满是思念与不舍 或许她打动了上帝 所以安娜无权拒绝 面对家人的反对 安娜表现出异于平常的肯定 就像当时的香恩拒绝低头一样 她也坚定地重复着自己的主张 上一世 生死将二人隔开 这一世 无论什么都不能将他们尊敌 哪怕我要因此背离整个世界 但只要是你 我可以做到一切 我可以欺骗任何人 可以去做任何事 只要能够留住你 留住上帝给我的奇迹 可惜这不是奇迹 这是一场人为编造的谎言 克拉拉不费吹灰之力将它拆破 因为她曾与肖恩相爱 所以在男孩给自己开门的刹那 她就认出这个孩子拙劣的伎俩 但她没有拆穿 而是在肖恩的掌心 留下自己的新地址 或许她也在幻想 期盼眼前的男孩 真的是肖恩转世 因为她也是爱着肖恩 哪怕自己只是她不可见光的情人 可惜 一切都是如梦似幻的想象 现实的真相 简单残酷 一切源自克拉拉准备的礼物 就在安娜订婚仪式那天 她带着满满一盒信件来到楼下 这是安娜曾经写给肖恩的情书 但那个男人一封都没有拆开 为了表示自己最爱的人是克拉拉 她将这些赋予万坚情义的信件 扔给情人 却不知道那里面记录了他们的出欲 以及所有的美好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难以磨灭的美好 肖恩不会离开安娜 哪怕她更爱别人 这在她看来十分负责的举动 却是一种嘲讽 那些信件差一点就成为伤害安娜的武器 可最后管头 克拉拉放弃了 她做不到用纯彻的爱情 嘲讽受伤的爱人 因为她与安娜同病相连 他们都是肖恩和爱情的受害者 所以她将那些信件埋入泥土 却给了肖恩可征之机 信中的安娜打动了这个年仅十岁的少年 她对安娜的爱意来势汹汹 却又莫名其妙 在看过所有的信件后 她失魂落魄地坐在床上 在那一刻 她因为爱情的力量震颤 她被如此热烈的情意感染 她想去爱这个女人 就想听到命运的安排 她无可救药地坠热爱河 借着相同的名字 她开始接近安娜 但在这一刻 她猛然清醒 自己不可能是死去的肖恩 因为她对安娜的爱意单纯热烈 而肖恩根本就不爱她 这样的她们怎么可能一样 她飞奔着离开克拉拉的住处 躲进无人能够发现的树梢上 直到深夜 此时安娜还被蒙在鼓里 她不顾一切世俗的反对 甚至想到带着年仅十岁的肖恩私奔 无关乎年龄 只要你爱我 我就愿意顶着风雨与你厮守 但披头盖脸落下的是现实和真话 其实肖恩可以继续隐瞒 只是她的内心不允许自己这样欺骗 她不能让安娜继续对早已名存 死亡的爱情抱有幻想 死亡的肖恩根本不是良人 她要撕破自己的身份 让安娜对虚幻的影子告别 哪怕自己会因此失去她 你看 这是我保护你的方式 不是作为你过去的丈夫 而是作为男孩肖恩的我 唯一能够为你做到的事情 你抚摸我脸颊的手是那样温暖 但今夜过后 我们就再无交集 面对安娜的结问 肖恩做不出更好的解释 她将一切罪名揽到身上 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名不是欺骗 而是太易动情 他们在过早的年龄相遇 如果我现在不是十岁 而是二十岁 我会说出真实的想法 给你一切合理的解释 我会看着你的眼睛告诉你 我在阅读那些信件时 是怎样发狂地爱上你 我想要的不是成为你死去的丈夫伴你左右 如果可以 我奢求的是以自己的身份挽起你的手 因为我炽热纯净的爱胜过他百倍 可惜我们过了今晚就再无交集 安娜回归了自己的生活 她找到约瑟相解释一切 和无论如何她都找不到好的开头 她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的错误 情难自控的举动几乎是一种本能 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跟随了自己的本心 当初靠近萧恩是这样 如今回到约瑟身边也是这样 她需要一个人带她走出悲伤 无所谓是谁 因为谁都不是萧恩 婚礼如约在五月的海边举行 远处微笑的约瑟让她有些恍惚 正如男孩萧恩所想的一样 自恋分别后 二人再无交集 只剩下寥寥的信件 但安娜依旧不能忘记 面前的是大海 是来世 是重逢 就像男孩萧恩在最后一封信件的落款 我想我们只有来世相逢 萧恩期待的来世是他们 可安娜期待的却是别人 其实她一直愿意相信还有重逢 这个信念关穿了十年 安娜的选择从来都只是萧恩 只要是你 再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都可以相信 哪怕旁人笑我痴心妄想 因为自你走后 长夜漫漫 男孩萧恩就像唯一的光 这是我的白昼 是我转瞬即逝的美好 我多希望你就是她 可惜结果让我失望 现在我牵起了别人的手 我多想你会因为埋怨我的变心而出现 可惜奇迹依旧没有发生 或许就像你说的那样 灵魂消失 万物皆空 本片完 本片作为上映于2004年的爱情片 由英美等多国联制 并用悬疑的感觉 营造出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 如果说恋人离开后 可以化作蝴蝶 那么这种转世的荒唐 也可以变得合理 只是当执着了十年的情感变得肮脏 一种无力的虚脱感涌上心头 与其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执念转生 不如相信她是一个孩子 用着荒唐的方式得到安娜的爱 至少这份爱纯净热烈 不称杂一丝龌龊与肮脏 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故事是如何理解 是因为那些微小的细节 相信萧安的转生 还是会接受恍然大悟后的残酷现实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如果不相信请回避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